眼前这么屌的一个模式居然是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机甲合体而成的 太牛了 哈喽兄弟们我是刘哥 今天来玩这款大火鸟出品的猎狐者变形机甲 这是一款能够变形能够合体拥有不少于十几种形态的把玩神器 必须要跟兄弟们好好分享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初始的轻装形态 到头顶高度13.5公分尺寸不算很大 但全身运用了大量的合金部件 所以整体重量达到了195克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手感 整体的造型不算很惊艳 但相信我这只是它素颜的模样 亮点全都在后面 全身墨绿色金属漆涂装 加上少许的图案点缀 质感还是挺不错的 可斗器方面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抬头角度很大 低头一般般 侧头然后360旋转都是OK的 然后手臂部分平抬不超过90度 360旋转非常的紧 手肘弯曲的话90度 二头肌360度旋转 手腕是一个球形关节 顺便来看一下三对造型手 首先这个就是一个自然下垂的手型 这个是一个竖大拇指的点赞手 这个就厉害了 兄弟们 你们看一下 这是啥 厂家有点调皮 腰部360 并且有弯腰的关节 下半身前踢角度很大 后踢也远超90度 侧踢也是松紧度相当的靠谱 大腿位置90度的旋转 膝盖弯曲角度也是非常大的 脚部可动 我们把这个小腿往上推腾空间 再把这块给它放下来 那这个样子就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 包括往前往后 侧边也有30度的接地 脚尖也能够上翘 至于垂地 pose 摆的还是相当的帅气的 那么接下来重头戏 咱们要对这款产品进行重武装了 首先咱们先换个头啊 装上这个带天线的头 我个人感觉是更加的有机甲的感觉 然后先装这个肩膀的部件 这个跟护盾一样的部件呢 通过这个连接件装在这边肩膀位置 背部有一个装甲 这边的涂装还是非常精细的 然后呢也是通过连接件啊 连接在后腰这个位置 然后呢扣好 膝盖位置挑起这个连接件 然后呢凸起凹槽 结合上这个装甲 然后呢再来安装各种武器 比如说这把超长的大枪 装在肩甲的这个后方 像这个什么匕首啊 小手枪啊 还有这把机枪啊 就是拿在手上了 然后这边的火炮 你看腿部啊 还包括这边手肘后方 这些小火炮呢 都可以随你心意 想装在哪里 装在哪里 都可以啊 因为全身上下都是用通用的 三毫米的这种接口 这边还有个战斗集装箱 这边就是四个导弹 然后呢把这边拔出来 旋转一面 扣上又变成四门火炮了 然后这个产品呢 附带了五个 这样子的一个连接件 咱们就可以啊 把它装在手臂上面了 那这个呢 就是重武装的形态了 兄弟们应该都知道 我个人超级喜欢 这种积木式的武装啊 通过各种拼搭 实现火力全开的模式 非常的有满足感 而且这款产品 全身大量通用接口 和模块化的拼接设计 让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拼搭 创造出各式各样 各种风格的机甲模样 我这边呢 只是简单的展示 几个粗浅的玩法 小式牛刀啊 只要你想 它可以挖掘出 N多种的可能性 可玩性这块 真的是拉满了 而更牛的是 如果你买了两款猎狐者 它们两者之间 还能够合体哦 咱们把其中的一只猎狐者 进行简单的变形 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就是这个手臂 把手型拆掉之后 这个就是肩膀位置的 那个装甲给它装在这里 然后呢 这边用刀给它抵在这 这样子呢 就不会掉了 腿部呢 就呈现这样子 一个弯曲的角度 把这边后脚跟 还有这块部件 给它挑出来 然后这里 接上一个连接部件 这里 接上一个连接的小装子 那么现在 把它旋转 180度颠倒一面 这两个凸起 正好对应 这边的两个凹槽 结合好了 非常的紧实 那么转到正面 兄弟们看到啥了 没有错 刚才这个人形的腿部呢 现在就变成肩膀上面 两个巨型的机械手臂了 再把各种武器呢 全部都给它装上去 兄弟们看看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这边 手臂上面呢 就是人形肩甲的部分 就变成现在的 这样一个臂炮的模式了 然后呢 两个大枪啊 我就选择 安装在这边的 两个凹槽之中 小腿位置这个地方呢 就是两个背甲 装在这里 形成两个护盾 怎么样 兄弟们 超强的全武装形态 就已经出现了 这个火力 真的是超级的屌啊 而且呢 两款产品合在一起 本来会以为 非常的牵强 但是完完全全不会 并且呢 这个关节的紧实度啊 也是非常的靠谱 个人超级喜欢这个模式的 还可以把它们两个 合体成为 四足战甲的模式 非常简单 就是背靠背 然后呢 腰跟屁股连接在一起 就可以了 这个形态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帅的 可想而知 这款产品拥有 多少种的合体模式啊 如果你入手了三款 四款 甚至更多 说不定还能够变出 你绝对想不到的形态 这可玩性真的是绝了 不光如此 这些装甲跟武器配件 经过简单的搭载 也能够形成一些 自己的小玩点啊 比如说你看我这边 搭配出来了一个 四足小炮台 还有这个坦克车 这个只是我随随便便拼的 两个形态啊 相信还可以拼出 各种各样的形态 跟玩法 这个可玩性 确实是没谁了 接着来演示一下 这款产品的变形过程 完了这么久 不要忘了 它是可以变形的 首先先把两个手 给它拔掉 然后呢 把胸口位置 这个部件 挑起来 腾空间 后方这边 给它挑起来 然后呢 把这个天线 给它放下去 接下来 就是整个上半身分离 然后我们把这边 给它推过来 再把这一片 给它放下来 这边就直接覆盖好了 再把这边 卡扣给它扣紧 整个腰部这边 打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下半身方面 首先我们需要 把这边的小腿部件 给它往上搓 搓到这边 大腿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把这边 给它放下来 旋转180度 这个履带 给它覆盖在这里 脚尖 给它扣上去 这个部件 给它扣过来 然后呢 整个的这里啊 全部给它收纳过来 接着 给它往上旋转 兄弟们看了 这边两个凸起 对应这边 两个凹槽 咱们给它 用力的扣进去 就锁定好了 接下来 我们把手臂 给它翻折下来 然后这边 凸起凹槽结合 再拿出这个肩甲的部分 我们把这边 前方翻起来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部件 记得要把它翻下来 再把这边 给它扣回去 把这片呢 给它翻直 然后呢 咱们就需要 跟扣人形的肩甲一样 这边 卡扣 给它扣进去 然后这边呢 也有个卡扣 给它扣紧 这块履带呢 就可以拼接过来 拿出背后的 这块装甲 然后呢 这个连接件 连接在这里 我们再拿出 这个长长的枪 给它扣在这个位置 这里这个连接件呢 记得把它竖起来 然后拿出 刚才这个炮啊 就给它插在 这个地方 正好前面的 这个装甲呢 可以覆盖在 前面的这个位置 这样子呢 就可以把前面 这个比较空洞的地方 填补住了 再来 拿出这个膝盖的装甲 给它装在 这个凸起上面 嗯 左右两边 都是一样的 再拿出 这个护盾一样的装甲呢 给它装在 这边后方的 凹槽之中 再把这边 小武装呢 给它装在 这些位置上 然后不要忘了 哎 还有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有两款嘛 所以说你看 你可以随你的心意 我这边是这样子 扣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底下 凸起跟凹槽 形成在这个位置 哇 这个火力 兄弟们咋样 这个呢 就是一个 坦克车的一个造型了 个人也是 非常非常喜欢 当然肯定会有没有吐槽 哎呀 这个是插拔变形 兄弟们 这个并不是 变形金刚的产品 这个只是 变形机甲的产品啊 能够有附带 这样的个变形过程 我个人是觉得 已经很OK了 整个造型的完成度 我个人认为 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只是 我演示的 其中的一种造型 兄弟们 还可以自行脑洞大开 拼装出 属于你自己的 坦克的样式啊 那么这个坦克 如果硬要挑刺的话 就是它底下 并没有做出什么 轮子啊 或者是履带 所以说这个坦克 是没有办法 真实的去滚动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 把这个部分 给它翻下来 这块给它翻下来 旋转180度 这个就作为脚步的支撑 再把这片 给它旋转下来 这样子呢 就变成了一个 高射炮的模式 我这边也把它调整 成为了双管炮的造型 砰砰砰 对空的火力 非常的强大 然后这款产品 还能够变成一个 运载模式 首先我们先把 这边上面的这个护甲 还有那个炮 给它拔掉 然后呢 我们把这边 给它左右分离 再把这里上下分离 把这个手臂折下来 后半部分这边 卡扣松脱 左右尽量 给它掰大空间 前面这个手臂的部分呢 给它旋转180度 再把这边 给它往下折个90度 然后呢 整个的这里啊 给它往下折 把这边后方的这个腿部啊 卡扣继续给它扣上去 这两个膝盖部件呢 就给它放下来就好了 把这两个金属部件啊 给它往上翻 这个护盾啊 给它旋转一下 放平 这个部件 给它往上翻 然后呢 拿出这块盖板 这边底下这个连接键啊 正好连接在里面的 这个凹槽之中 然后呢 利用这边的这个关节 给它放下来 OK 那这个样子 类似于一个方块的形态 就是它的这个运载模式了 你运输到战场上的时候 就给它砸起来 就变成了一个机甲了 那么这个形态呢 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 总之啊 这款产品 我今天只是简单的 粗略的掩饰了一下 就已经掩饰了十几种形态了 相信这个只是这款产品的冰山一角 肯定会有很多 没有发挥自己的脑洞 变出各式各样的造型 希望兄弟们到时候多多 看看你们又变出什么奇葩的玩意儿 总之这款产品呢 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价格两百多块钱 我个人觉得也不算是很贵啊 建议大家多入 然后呢 可以拼出你的专属的超强的机甲 OK 今天视频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